Encouchment 即是說那些Fence Mis-aligned Fence Fence 扮了過來 Partio Partio是什麼來的? 即是那個 那些 站的那些板 過了過去 那有些樹 樹就在兩邊都有的 那這個就是Encouchment 即是別人用了你 用了你那邊那個位置 是啦 沒錯 這個呢 Eastman 下面 瘦翼那個叫什麼? 瘦翼那個叫做Dominent Dominent 就這條路呢 是大家都 即是他要去那個湖 才可以走這個路 這條路叫什麼? Growse Come Eastman Engross 好 很好奇 原來一出Public Street那些 就是Aputinan 如果是 這些去這裏 他說Eastman Engross and then give to the the party the town 即是去第二個城市 去第二個 譬如去那個湖 那都是叫Eastman Engross 是啦 都是Eastman Engross 但走出街那些就是 是啦 是啦 這個就是走出街了 OK 是啦 那這裏呢 有一個呢 圖都幾有趣 它就是說 那個叫做 Government Power P-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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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要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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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P-E-T-E P-E-T-E P-E-T-E 那即是那些叫做law啊,subdivision啊 其實subdivision是屬於environmental law來的 行不行? 甚麼是subdivision? subdivision即是說一塊地,拆開兩件 我們叫做map map 如果一塊地,拆開四件,我們叫做land law 有沒有印象? 在這裡 我們要記的就是,首先,subdivision和subdivided是一樣的 即是,那個字呢,不... 有些書我...為什麼我說一樣呢? 因為有些書我看到它寫錯了 那這個呢,就是map map 那這個呢,就是land law 甚麼意思呢?其實act和law都是一樣的 大概是法律來的 那這個呢,就是有一塊地 分開兩件 或以上呢,我們就可以叫做 如果有這些情形 它呢,就一定要是 根據市政府,city的例 和county 不怪說呢,city裡面,餐體裡面 如果有一些例,說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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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跟了 那這個呢,一定要是... 那兩塊地呢,是要黏在的 adjoining的 還有呢,我們要記的呢,就是說 它有一個叫做negative declaration 即是說要說了和環保是沒有負面的影響 negative 負面嘛 即是沒有負面的影響 那我們要記就是401 那如果有一個人去買那塊地呢 是很大的,要拆開五個或以上的 五件 或以上的 那他呢,不單止要管city 要對例 他州政府呢 的例都要對 他拆開那時候呢,這五大地呢 不一定要黏在的 不黏在都可以 甚麼叫不黏在呢 原來呢,有些呢 我在聖潘奴以前做過一個project 1,2,3 1,2,3 3塊地 零射射這裡剛剛是各角位來的 這是一個油站 那,所以這就是4塊地加這個 3塊地加這個 剛剛是4塊而已 那他很棒的 那個人呢 不買多塊 他一買多塊的時候呢 那就大劑了 land law 都要管 land law 都要管的時候呢 他給了很多fee 很多的permit啊 這些那些那樣 那所以呢,剛剛4塊嘛 就只有map app map app 就是他做這些東西呢 一定有map app 例就對了 如果map app的例 是有不對 他要搞到對 那這裡呢,我就證明了是 它是non adjoining 什麼叫non adjoining呢 這裏有條路嘛 因為他在聖班奴這裏 這裏 他這裏就要建一個parking 那這裏呢 就有一個叫prelim report prelim public report 適合的 那這個prelim public report呢 有效期是一年的 你寫得一 那如果呢 那そのfinal public report呢 有效期是五年的 即是說政府會出一個Public Report 講一下這個Project是怎樣怎樣 公眾如果想知道 他就去查 但是這些資料有後期一年的 一年過後之後 任何東西未起好 他都要繼續拿Public Report 又要付錢 考試是這樣的 答案A是Map Act B是Landlock 上面有一段文章 有很多東西 於是你基本上就選一下究竟是誰 那你只要記到這些Q文就可以了 你這個會不會傳給我 會 這個也會 那這裏 松嶺 松嶺我們記得有哪個松嶺 有Residential和Commercial 嗯哼 是Residential和Commercial Building Code我們很少考 但Building Code 就我們 即是會 講來 或者牠的木 打痛那些叫什麼 打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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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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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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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橫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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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S字頭 桌 這樣吧 我們可以畫這裡 一間屋 一間屋 這間屋 你不過按住張紙 說來 這些打一個棚的 我們叫STU D 這樣呢 這個呢 叫Ritch Board 而天花板和地面是橫的 這些就叫Jaws 即是這裏,現在這裏是地 這裏橫有些木的 這些叫Jaws 其實有竟是這樣走 因為這樣走 應該是看那個Bearing Wall 是兩個Bearing Wall Bear B E A R 這裏就是承受壓力 這個叫Jaws 這裏就是RIDGE 這裏就是 然後MNN Domain 我們記得是什麼 有沒有印象 就是充公 拿去房子充公 MNN Domain等於condemnation MNN Domain原則上就是個權 condemnation就是個行動 MNN Domain 等於condemnation 你題目見到MNN Domain 就答我到condemnation MNN Domain C-O-M 這些字呢 慢慢遲些要懂得串 Tax 稅呢 就是我們地產裏面 政府為何可以跟我們 政府就是有權收我們稅 Advolum就是property tax 因為它是跟著value的 Special Assessment 就是收街道稅 而最後那個s cheat 就是說 如果沒有view沒有air的話 可以拿回 人人都不要了 政府未為其難要了 這樣 Advolume V-A-L-O-R-E-N Advolume 就是說 它是形容那個property tax 就是說 我們收那個property tax 不是說房子越貴就收得越多 不是